在HITO頒獎典禮前一天彩排表演 歌後彭佳慧跟金曲新人壞特 攜手改編經典歌唱高音 我覺得我剛才恢復的都恢復了 但是有一件事我就想不通 我就是還是兇悶 然後我覺得我還不太適合唱歌 其實這是彭佳慧17號宣布確診 首度亮相 24號她隔離期滿出關 雖然恢復的差不多了 但還是感到兇悶 唱歌也受影響 唱歌是會喘嗎 目前 我覺得有一點 我最近能吃的都吃了 我起床喝牛樟汁 然後再來維他命 綜合維他命 維他命B群 聲音這件事 用到喉嚨 然後我的肺 我其實是有一點擔心的 透露藥品維他命C吃好吃滿 但還是不免擔心起肺的狀況 而至於典禮當天 所有藝人在演出之前都會進行快篩 畢竟這是季章惠妹4月份的 12場演唱會以後 台北小巨蛋再開萬人演唱會 一共38組卡司捷禮登台 就怕會有傳染疑慮 誰都不敢大意 TVBS新聞張選洪停臺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